警方在路上巡邏 發現一名婦人沒有戴口罩 立刻上前盤查 婦人情緒很激動 還不顧勸導自顧自的走進超商 就在26號中午新竹竹東寶山路上 這名婦人外出不戴口罩 對警方不理不睬還大小聲 直接被開罰 而這間KTV店鐵門半開 還不許傳出彈天聲 但KTV早就不該營業 警方馬上上前敲門盤查 看到裡頭有好幾個人聚集用餐 事發在25號 警方獲報在新竹竹北一間KTV 疑似店內有多人聚集 雖然老闆自稱KTV已經沒有營業 但警方發現 裡頭有七個人一起吃飯聊天 而且還有三人沒戴口罩 沒保持社交距離 已經違反防疫期間 禁止室內群聚五人以上的規定 另外同樣在新竹有一間咖啡店 警方巡邏發現 有兩位民眾在戶外座位區 一邊悠閒使用電腦 一邊喝咖啡 疫情期間我們也要禁止現場飲食啦 即使兩人有戴口罩 帶喝飲料吃東西一定會摘下來 只是就怕這裡成為防疫破口 警方也進到咖啡廳 勸導店家把座位區撤除 避免客人在店外逗留 兩起案件均製作現場 機查紀錄表 含請衛生局裁除 防疫期間違規據會規定 最高可處三十萬元以下罰還 至於境內用 最高則可開罰一萬五千元 民眾盡量還是乖乖待在家 別亂跑 不要群聚 買完食物就帶回家吃 別讓自己跟病毒有接觸的可能 TVBS新聞 陳世民 許雲廷新竹採訪報導